在认识的亲戚朋友当中 有不少离开他们的原居地 移民海外 这些人通常都是 首先拿到签证 之后就处理自己的财物 然后收拾行装 踏上这条移民的路 根据圣经的记载 阿伯拉罕蒙上帝呼召离开不信上帝 而是信义教的家乡吾尔 移民爱地 当时他只是凭着信心 遵照上帝的命令出去 就连目的地在哪里都不知道 阿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 他的信心是我们的好榜样 也都为我们带来以下的教导 第一 在人生的旅程 信心是基础 希伯拉罕十一章八节的经文说 阿伯拉罕因着信 蒙照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今天 无论是我们的婚姻 家庭 事业 社区和教会生活 信心也是最重要的 憑信心不是表示可以盲目联闯 而是愿意忍耐 和等候上帝的安排 信心是愿意离开安苏的生活环境 接受上帝的旨意和引渡 相信祂的应许 完成祂呼召我们的使命 第二 信心是承受上帝救恩应许的条件 根据《创世记》的十二章一到三节 上帝呼召阿伯拉罕这么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父家 往我所有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圣经里头的旧约和新约 都是基于上帝和阿伯拉罕的约 你这个约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要藉着阿伯拉罕建立一个民族 然后建立一个国家 并且叫普天下的人都因他而得福 这个约仍然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面 阿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 到了年老仍然没有儿子 不过上帝是信实的 他曾经应许阿伯拉罕的子孙 会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么多 信是纵使通不过理性 仍然要仰望上帝 及自后来上帝要试验阿伯拉罕的信心 吩咐他将儿子杀死来到献祭 阿伯拉罕并没有怀疑 而上帝就为他预备献祭的羊 阿伯拉罕终于成为信心之父 信是纵使困难 仍然要信靠上帝而行 今天上帝赐给全人类的救恩 就是基于阿伯拉罕的信心 我们同心祈祷 信实首要的上帝 感谢你为我们预备救恩 我们凭信得以清义作为天父的儿女 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 难免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挑战和抉择 需要凭着信心去领受 求天父帮助我们 无论是家庭工作或者教会的侍奉 都信服你旨意的安排 不是要眼见也都不一定通过理性 而是信靠你 天父阿 当你吩咐我们做一些看来好像艰难的工作 求你赐给我们有信心去承担 知道你一定会将力量赐给我们 去完成你的旨意 天父阿 在你里面无难成的事 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祷告是人向上帝倾心吐意的机会 如果你需要我们的代讨 代求 请在本节目的comments地方留言 或者将代讨事项全真至 prayertimeatkairosusa.org 愿神赐福看顾你